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觉怎么样 那我想说的是 其实我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知道我自己 就是说很多想法 可能就扭曲 因为我可以感受到我自己不快乐 我可以感受到我自己的不快乐 那我也可以看得到我周边 就是说我自己的问题 比如说我发现有的人就特别受欢迎 我觉得我自己不受欢迎 那我就一直在想 我也一直在看别人 为什么他很受欢迎 为什么我自己不受欢迎 我从那个时候 我从国中一年级就开始在想这个问题 那后来我就想出来一句话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就从这句话做起 后来我就发现我的人际关系 就有所改变 然后这个三四十年 我一直在做自己的心理治疗师 我也很喜欢看这一类的书 因为我想要找出自己的问题 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自己快乐的活着 OK 不是所谓的有价值或者是有意义 No 不是 我只是要让自己快乐的活着 因为我觉得活着就要活得很开心 OK 那你刚刚 那我自己一直觉得说 我觉得还是 还是有问题自己里面 我们都有问题 我们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跟爸爸一起了 OK 所以我现在 我现在在问的就是说 你在 你刚刚做一个16岁的 一个男孩 然后家里很多冲突的 然后你在做这一个角色的这个中间 其实我在想对大人的你知道 他们之间的关系我是很无能为力的 所以我希望当一个隐形人 因为我又不能离开他们 对不对 我要或吃或睡或什么的 我又不能离开 那我对他们的关系 我又没办法去帮助 我讲不上话 所以我就很希望 你们就把我当不见好了 该给钱的时候给钱 该给饭吃的时候给饭吃 大家各过各的 你就是用这种方式去逃避 OK OK 非常好 这个就是我要大家听到的 那我们 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青少年 他们不讲话 你怎么问他都不讲 然后你怎么他就不理 他不看你 好像这个 你会开始觉得 怎么搞的 我是哪里不对劲 他冲着我来 他怎么 我们会变成这样 我现在就希望每一个人 把他的角色讲出来 他说你会知道 说其实他们里面有很多想法 有很多的原因 那他有他的那个 所以我们 我们要把自己挪开 然后看得到 可能是这个东西 所以你才能够帮这个人 不然的话就 完了 他不跟我讲话 那我看我也没有用 我也没办法帮他 就完了 OK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很好的一点 然后我是觉得 你借着这个角色 把你那个演出来说 很多 里面很丰富 很多东西 因为我就是那个 问题小孩长大的 我们中间里面有拿几个 是青少年的时候没问题的 很官很好的 哦 有一个 有两个三个 哦 又有三个 OK 那很好 我们这真的 很好 所以你们三个 多看看他是怎么样 你知道别人不是这样 OK 没有 这一方面的问题 大家有提高 是 是是是 如果青少年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都有问题 都有 或多或少的问题 都会有 因为我们都在思想一些 我们想不懂的东西 然后我们都看 看父母之间的关系 看我们自己的人际关系 所以会有很多的冲突 其实我要讲的是 我功课是蛮好的 而且是是很乖的 不是那种犯错的 被老师打骂 不是的 我是个好学生来的 我是个好学生 然后在家里什么 爸爸妈妈说什么 但是就是自己很不开心 就是自己 就是很不开心啊 可能就是属于比较 因为很多人说我很早熟 我说是啊 但是我很希望 别人说我的是成熟 不是早熟 对 但是外表看我 还是个好孩子 而且成绩很好的 对啊 不是那种不读书 或者是那种 穿着很短的迷你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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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的 不是这个样子 很乖的 我是很乖的 但是我认为 在我的里面 是很狂野的 很叛逆的 我自己知道 OK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请那个爸爸 首先呢 对这个治疗来说 我觉得时间短短的原因 大家还是交流的不够 尤其是那个夫妻的一些问题 还有奶奶 作为一个 因为这是一个家庭治疗嘛 整体的这个方面 大家都没有 实际上 有深入的交流 可能是时间不够的原因 当然这个治疗是 表现的是非常出色的 我也是尽力配合 我自己的角色呢 是这样 我觉得 很能代表我 这个现在的这个状态 我那个小孩 他们也知道 就是在家里啊 不太理我 理他妈妈 就是这样 你的小孩都 四岁 四岁 我曾经把他打过好几次 就带美国在那个草坪上 就是因为他这个 最核心的一个原因 没交流 最核心的原因 是他妈妈不管 他妈妈不管呢 导致我就扮演 那个凶恶的角色 所以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我们也还是要 夫妻还是要沟通的 就是我们一定要 同一个面孔出现 这个是 你也要严厉一些 你不严厉 导致我就是过分的严厉 对 再一个就是说 搞到目前这个状态 也不是太好 梁哲知道 梁哲有一次 就说 我发现你们这个小女孩 好像对你 就是很冷淡的 确实很冷淡的 我也正在修复这种关系 修复这个关系 就是这次也是给我一个教育吧 太好了 好 就这些 好 所以你在演整个霸的过程里面 你是觉得有被压迫 没有整个倒出来那种感觉 是不是 对对对 毕竟是那个时间短 而且要 她是玩了真的 我觉得财力是玩真的了 我如果玩真的的话 我那个 那可能大家看到我这个人太凶恶了 我觉得他最后就讲出他自己的问题来了 不是说我玩真的 是他没有将他自己的心房开放 进入到这个角色里面 是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虽然说我们是在 这叫做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心理剧 好 这个叫心理剧 我们演一出心理剧 可是其实 我们自己都在里面 所以我现在很重要 就问每一个人 你的感觉是什么 好 所以你在演妈妈 你演的感觉是什么 哎呀 我好像还没很进入结社 我只是按照我的想象来参议 就是说大概会 会出于什么的情形 但是在感情上面 好像我还没有很大的进入 那你有没有感觉到被压 或者是觉得什么不够 或者觉得什么东西太多 你恨不得要做些什么 有没有这种样的感觉 有一个在讲那个 在指责 指责那个奶奶跟爸爸的时候 觉得很失败 就是 觉得应该要 就是说 然后心理的感觉就是 因为他让孩子太过分了 就应该要把他们两个 要讲出来 那有这样的一个 对 有这样的一个 有一个这样一个 冲动感 对 很好 好 谢谢 好 我们奶奶呢 我这个身体里有三个略 我讲三个观点 从奶奶 我扮演这个奶奶的观点来看 OK 从奶奶的观点来看呢 这种治疗是百费钱 百费钱 就是一般老人家都比较省嘛 我就觉得 哎呀 这种治疗 没什么 尤其是第一次奶奶来 肯定是这种观点 没有什么 如果从我旁观者的观点来看呢 我觉得 要治小孩 要治小孩 先治这三个大人 这三个大人的关系 如果是这种状况 这小孩怎么治都 你一回到家 又回到他固有的那种 生活的氛围 生活的关系里 你治的再好 你回到家都不行 所以要三个大人 先把家里的这个氛围 做好 就跟我们在教会 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属灵的环境 所以在家也是一样 得有相近相爱的环境 这个小孩才能好 慢慢的 这个治疗 可能是通过治疗师 把家里大人的环境 调好了之后 在家里 这个才是真正治小孩的 一个好的环境 有好的环境 才能把小孩治好 如果从神的观点来看呢 我觉得都来新耶稣 我就这个看法 好 谢谢 好 我们的治疗师 你在做这个案子的时候 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会什么感想 我先谢谢各位 给我这个机会 因为说实在 这是我第一次 第一次也是用眼的 那对 那因为我自己私下 有跟过夫妻这样子 做过协商 或者小孩子 青少年这样子 但是如果一个家庭来说的话 是我第一次 那我也很高兴 第一次都是跟同学 不是完整 可是我很希望老师 给我一些建议 因为说实在 我有一些的问题 就是说 等一下我再讲 那我觉得我刚刚在 咨询的当中 我觉得有一句话 就是知识就是力量 就是说 我起先 面对这个家庭 是我不了解的 个人有个人的问题 然后每一个家庭 又有家庭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 我用到很多 是我 过去 我不断在这边学习 尤其美女老师 我觉得她给我很多的帮助 就是我觉得看到一个家庭 还有一个孩子的成长中间 我们用这种同理心去认同 比如说 比如说我刚刚讲到说 这个孩子 他其实是 我们在这堂课里面 讲到是IP 那其实 其实他们父母之间 就看到他们婚姻中间的问题 然后把这个孩子 等于他是一个 那个我们说戴罪羔羊 然后显出这个家庭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有点出来一点点 这个就是让父母知道 其实问题不光在这个孩子 他们你们父母之间 也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像之前的结构取向 有没有 我其实都有在想到 结构取向 我就用到就是说 很好 父亲 他来先发言 然后因为奶奶的部分 我觉得奶奶是第三代 那我觉得核心家庭里面 应该先从核心的部分 来去下手 那奶奶等于说这个角色又是一个 就是太分出太多的肢结了 所以我把奶奶先暂时 让她观察就好 她做个观察者 最后让她说一点话 那我也 所以 那还有就是 我觉得策略取向 我还好 因为我礼拜四晚上才到美国 昨天时差 然后可是我很用功 我一直看那个 看那个我们的DVD 看那个上面 前面你们上的三堂课 那我也看了 所以还好看了 我今天才能够对答 那我也用到策略取向 就是说 正好这本书的策略取向 他就讲到 父母跟叛逆孩子之间的问题 所以我 你有没有发现 我叫这个义曲先离开 因为他在中原 那等他回来的时候 我说我们称赞他一个 让他先有被认同 在这个团体里面 他不是一直被批评 他不是一直有问题的 而是他至少看见 他有某部分是 大人们都蛮欣赏的 让他能够有一点 那这是他里面的例子 我有用到他的 那所以让他也慢慢开他的心 然后他可以讲一点说 他对这个家庭的不满 虽然这是第一次 因为一次你不可能把所有东西讲出来 所以他可以讲出一点点的时候 我觉得借着机会让父母 父母是爱孩子的 可是义曲说 他没有被感觉到爱 那这是以前Mary老师讲的 孩子没有感觉到爱 他就真的没有被爱 所以父母坐了老半天 最后孩子觉得没有被爱 那不是很可惜 所以借着这个一个会谈 我想就是让父母表达 他真的爱孩子 让孩子真的知道 然后如果有做错的 就借着这机会道歉 不管孩子有没有说 青少年他愿不愿意 他愿意接受 可是毕竟父母愿意真心的来表达 我想在他的记忆里面 至少还是有这一款这样子 那第一次 那还有就是说 我在当中我也用了一些就是 像爸爸讲了某些话 他真的在里面 他觉得他也觉得自己不对的地方 我觉得一个资商师 要不断地去肯定 肯定就是说 他愿意来学习面对他的问题的困难点 然后我们肯定他的时候 他会被鼓励越讲越多 然后就会比较好 但是我的问题是我刚不晓得 对奶奶会不会太忽略了 可是我想 我的看法是奶奶就安享晚年 不要再批评媳妇 然后又讲这个讲那个 照问题更复杂 我不晓得我这样做对不对 可是我想把这个问题就给老师吧 那谢谢各位的合力配合 等一下 林真等一下 我想请问一下 那你在做这个事 就是用功有好处 你看用功就统统活用上来 那你的感觉是什么 有没有时候你觉得 不晓得怎么办 或者觉得这怎么控制 或者是说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青少年是最难控制 因为这也是他天然的 因为他在这个年纪 还有他在这个家庭里面的 被压的那种情况 所以他可能随时想走 想要怎么样发表 那我自己想说 如果真实的情况下 我也要给这个青少年多一点的空间 如果以前我没有学习的话 我可能会觉得说 你就乖乖坐在这边 可是我自己这样学习起来 我觉得青少年应该 在这个环境里面 给他多一点的空间 但是父母愿意先来学 我觉得 所以我的感觉是 比较难控制的是青少年 那我刚刚我想 我也表现得好像 还不会太紧张吧 所以很好 对 所以我就 就是让青少年尽量 把它发挥出来 那还好 我觉得还蛮smooth的 不过因为是表演 真实情况我也不知道 很好 好 我现在想问大家了 我们刚刚的观众 你们在看这个表演的时候 你们有什么感觉 除了好笑以外 有什么感觉 有什么感受没有 觉得那个状况 就为林真着急 怎么办了 怎么办了 乱了 乱成一团 该说什么 其实我在想 事实上的状况 可能会更乱 对啊 事实上的状况 我想可能比这里 这个还要乱上 三倍以上 有可能 其实我已经很收敛了 因为可以有很多的研发 我想第一次不要太为难 后面 这个我就是 那个孩子那个样子 其实我小时候很 特别类似 但是那时候 就是碰到一般的情况 是根本就不讲 可以讲了很多话 还是吧 有的根本就不理你 我小时候就是 我就根本就不理他 我父母就吵架吵架 我不管的 我玩我的 玩我的 学我的 反正就是想 比如个奶奶可以沟通 跟他们之间根本就不讲话 今天这个情况 是比较理想的 还可以沟通 而且父母还跟你承认错误 很多时候 有个别人调解 我爸妈也承认错误 但是出门之后 又骂我了 回家之后吵架造吵 打造打 没一定效果 但这就是说 能在一块儿先谈一下 表面上道个歉 可能会缓和一些矛盾 就怕回家之后 又是老样子 旧病复发 就这样 OK 好 我为什么要问大家 我们最后不是有一个 报告要写吗 所以我们看到 就说你们看到的是一回事 可能从这个方向 我们刚刚也讲到 可能会更糟 所以我的所谓就是说 你有可能 比如说有可能 这个奶奶 在当时就是 你为什么叫我闭嘴 我就是要讲 我是最大的 啪啦啪啦 她就一直在那边讲 有可能是这个状况 好 那所以我就想说 大家写的时候 就说你把 你想的 不要每一个方向都写出来 你觉得可能的状况 然后要 你会怎么处理 好 这样子写出来 好不好 OK 所以要是你的话 你就会很害怕了 如果你今天是这个治疗师 这个辅导的人 你看到这个状况 你就吓傻了 OK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你们刚刚看到的感想是什么 OK 贵品 我想那个 刚刚林真有跟她们讲说 就给孩子个真名的鼓励 然后跟孩子说道歉 可是事实上 孩子回来的时候 父母好像也在为他自己辩护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治疗师要不要继续 也不能hint他 那就说我们怎么去揭露 这个就很困难 因为他已经答应了 可是情绪上又做不到 是 是 是 这个我们就 我们待会记得提醒我们来讨论 有几个点 第一个是道歉 第二个是说赞美的话 有几个点 我们待会来讨论 这要怎么做 对 刚才就是那个 说道歉的时候 我想一般的父母 好像没有 这样的心理意味 来跟他道歉 所以大部分的 可能就会跟那个医生说 干嘛要我们给他道歉 可能会有这种 有可能 有可能 还有没有 还有几个没有讲话 你们看到的什么 其实我看到这个跨剧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他们每个人 都演得非常的棒 那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觉得真的是天才 就是每个人 可能他们觉得 有些人觉得 还没进入那个角色 但是当我做观众去看的时候 我发现 他们真的很投入到 这个故事的内容里面 那一开始的时候 比较混乱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那个父亲的话 他也在去平衡那个气氛 那我觉得林真就是 我觉得在很混乱的时候 他可以很留心地 听他们里面的一些问题 而且很留心地 抓住一些key point 拿出来 就是再去做一个解决 我觉得林真她 她在整个辅导过程里面 我觉得非常的calm 同时很混乱 但是她是非常的 那个情绪没有被 那个困乱 很紧张 而且我觉得她非常的平稳 那我觉得她也是在 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 怕打那个孩子 先让她离开 然后先去解决 这个父母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她非常有智慧 这一点很重要 为什么呢 当这个里面是很乱的时候 你看她没有头绪 看她没有一个 就是我们就说 我们看不出来 那个整个的架构 什么乱成一团 朱成草的时候 你必须要镇定 因为他们要 因着你的镇定 可以静下来 那如果你也跟着 荒起来的话 那就是完蛋了 那真的是完蛋了 一团混乱 那可是有的时候呢 一家人都死气神 神说 谁也不讲话 你问什么 也没有人讲话 那个时候 你就很excited 你就反而 你要带起那个气氛来 所以这个 这个治疗师 是要看状况 刚刚林真做得非常好 因为从头到尾 她很镇定 然后 然后呢 这个就说 你都吵成一团了 直接抢在那边讲话 抢在那边吵架 她可以很镇定 然后她刚刚说的 可以抓到重点 所以这一点就是 林真这方面 做得非常好 那就是说 这就是我们 在做辅导的时候 要 有的时候 必要的时候 我们会 要叫暂停 吵得太厉害 下不去的时候 我们暂停 然后把某一个 两个人 Time out 就是 是我的吗 送出去 是我的还是谁的 OK 那把它送到外面 送到 就说请她 就是安静一下 就是那个 那Calm down一下 好 有的时候我们就 可是我不是说 把你 罚出去 Time out 我说 哇 我说这个 你太 就是说 这边这个 这个 你很生气 看得出来 你非常非常 被冤枉 被那个 那可能你需要 需要再想一想 所以请你先 先让我们坐一下 想一想 然后我来跟她 稍微谈一下 好像意思就是说 让她感觉是说 她没办法跟她沟通 她讲话 她不听 可是我来帮你跟她讲 然后你先出去 安静一下 用这种状 这种情况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 不只是小孩 大人 好 我们需要把她 要带 就是说 然后放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一下 那也不能很久 好 你不能很久 因为 尤其在刚开始的时候 每一个人 就像我们讲的 那个团体一样 他每一个人 以你为那个 就你忽然一下变成 好像是那个爸爸 或是那个妈妈 那你要是跟她讲得多 你把她感觉 你是偏心 你爱她 所以她回来 就一定不会跟你合作 OK 所以那个放出去时间 也不能很长 好 不过不到 通常不到太不能够控制的场合之下呢 通常很少是这样做的 好 OK 好 还有没有 田姐妹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感觉到的是 就是每一个人的无奈吧 那 我觉得好像说 这个孩子呢 他的问题 其实他自己很痛苦 他自己很知道的 可是他也 他觉得 没有人可以帮助他 他的父母亲 就是这样的 向他道歉 他可能里面还是绝望 那 我觉得父母亲的心里面呢 其实也是 对于自己的问题 和对于孩子的问题 都很绝望 就是如果是一个 我不是说他们绝望 我是说 如果是一个在现实中的 其实 就是说这是一个 可以说是 一个很真实的故事 就是 而这个 我觉得这种绝望呢 他们 能够去寻找帮助 这是 这是 确实是跨出了第一步 我觉得辅导师在这样的一个 一个理念 确实是他的智慧 他的沉着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路走下去 还不在乎说第一次到底走了多少 而是就是说怎么带着这么一群绝望的人往下走 OK 很好 非常好 还有谁 有没有意见 我也是觉得 就是也接着很厉害 你要不要拿那个风 因为路易 好像就说 做治疗是要有信心一点 就是一家人既然能够坐在一起来找你 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然后我觉得林真有一点 我起初觉得她挺傻的 一直让他们说那些话 搞得那么乱 后来觉得其实这个说的过程呢 其实就是一种治疗 当他们能够一家人这样子 坐在一起 讲自己的讲法 看法 想法 本身就是一种治疗 是 是 OK 好 还有没有 对 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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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例子 有很多的家庭呢 其实他们有问题 那不只是亲子 也有夫妻之间的问题 可是呢 很难找到说 夫妻两个同时 或者是孩子 他们愿意一起去看这个心理医师 跟辅导老师来沟通这个 把这个问题讲出来 OK 所以这是一个机会 好 那这个机会 这个门可能也会 就像彩音讲的 或是他们讲 有的时候 他们开一点点 然后一不对就关了 OK 因为人不喜欢改变 好 人都不喜欢改变 那如果太难的话 他们就关了 然后就说 我们去过了 这个心理咨询没有用 我们自己解决 就是 就是 就有的时候会 关门会关得很快 蔡老师 那个对奶奶的治疗 我是觉得应该是有必要了 那个眼睛是没有很好的 在这方面做 如果您做的话 您会怎么做 因为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她是个长辈 在个家庭里面 她一定会产生影响 我们等一下一定会讨论这个问题 OK 这个是安琪 这是你带来的个案 对 其实我因为 因为这个个案 是我很熟悉的人 所以有时候我也会 真的不知道 应该怎么去处理 那么我觉得 在现实情况中 其实是 这个孩子 他是最容易改变的 而且就是 为什么你这么说 而且就是 我觉得他的心理年龄 其实是非常小的 他可能 他的生理年龄 已经到了16岁 但是他在他的心理上 可能就只有十几岁 十岁左右 这样一个孩子 但是他的父母 就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 心里非常的刚硬 而且呢 特别是 就是爸爸 我来说 就是曼德演的 就太温柔了 这个爸爸是 很爱面子 而且绝对不认错的 父母都是 绝对不认错的人 所以 但是这个孩子来讲 他有时候 其实他也会 你可以从他的 平时的言行啊 从他的言论中 可以看出他的无奈 然后 如果说你有时候 去表扬他 他也会 他会笑 就是憨憨地笑一下 然后 就是你看得出来 他得到表扬的时候 他是非常开心的 嗯 那我 就是 我就只能说 描述一下 这个现实的情况啊 嗯 就是我觉得 因为孩子这么来讲 他 其实他还是 比较单纯一些 他没有那么多 就是那种 固有的那种观念 而且 正是因为 他的心 心灵 年龄比较小 其实他反而 更容易去接受 一些别人的意见 嗯 那么 嗯 我觉得 一旦是 他的父母 真的能够有变化的话 其实这个孩子的问题 就马上可以解决掉的 嗯 OK 好 那 你刚刚看到他们 五个人在这边 把这个演唱 你有没有 有没有一些新的看见 有没有 有没有给你一些 有些什么启示 或什么之类的 有没有 我只是觉得 如果说在现实中 那些 就是这个父母 能够像他们演的这样 那就 太好了 那就太好了 太容易做了 OK 好 所以看样子 这个情况比这个还难 好 我们现在大致上 就在这个情况 我们来看看 这一个家人 这个就是我们的H OK 你们来看这个图的时候 有个什么 你们第一个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知道就说 这个爸爸 这个叫做 这个虚线 加上这个是 就是叫身体上的虐待 是 是 是有打拉什么的 这种 叫虐待 那妈妈对他 其实是一个 根本没什么关系 很 很远的 不大管的那个 我没有画 不是 我没有把它画成 neglect叫什么 忽视 不过就是很远的关系 然后呢 这个父母之间呢 是常常吵架 所以是很有冲突的关系 然后这个妈妈跟这个奶奶的关系是 我们知道是很不好的 是不大好的 就是不好的关系 那不知道 爸爸跟奶奶的关系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那我在想说 因为奶奶说她是一个克星吗 所以我相信也是一个好一点的话 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关系 很冷淡的关系 这样子 所以你看 你们从这个图上来看 你们看到 你们就是 如果你是这个人 你看到你的关系 是什么样一个关系 对啊 所以你怎么怪她能怪 能怪她说有问题 她近障里面一点都没有 全是空的 她近来全是负面的东西 没有一个正面的 这是她最亲的几个人在世界上 那从最亲的里面 她一点近障都没有的时候 怎么能说她 她怎么可能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就说 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小容器 装爱 她这个容器 不但没有爱 可能都被打碎 你外面 你说你现在跟她说 就是一些赞扬表扬的话 她还会那个 就她还能够受 很多人打碎了 你跟她讲 她根本就不信你讲的 她都不接 接不进去了 已经不受了 所以从她开始是对的 为什么会从她开始 我可能不是因为她比较小 你看 你看这个关系 然后你看 就是这些的关系里面 我们如果用 用那个包文 包文的想法的话 她是要找 其中最 怎么样的人来开始 最有权力 最有权力 不是 最有权力成的 包文是找分化最强的 最分化的一个人 所以她呢 有一个 就是说她 因为什么关系都没有 她根本就是一个单独独立体 所以我们从她开始 其实是 是 是比较 是 包文的话会从她开始 好 那如果说是 Structure Mnutrient 那个 那叫什么 怎么翻的 它是从哪里开始 你们觉得 结构 结构的话会从哪里开始 父母亲 会把重新定价 结构 好 那你这个里面 你看 父母的这个系统很弱 这个系统根本不合 里面不合 所以不能成为一个 一个 我们叫做行政系统 不能够成为一个行政系统 然后呢 这个 当然没有 她没有Sibling 没有那个兄弟姐妹的小系统 那这个母子的系统 也没有 也等于说没有存在 父子的系统也没有存在 然后上面跟 通通没有 这个系统通通没有 所以要从头见起 那这个就比较像 林真做的 林真先把 就是先要把父母的关系搞好 然后父母关系好以后呢 再来供应这个孩子 那这个 这个是 结构式的做法 好 那 strategic 那个 那个叫什么 strategic叫怎么翻呢 策略 策略的话会怎么做 策略的话会用什么方式来做 策略最重要就是 它的 方式 它用一些很奇怪怪的方式 它会大概会用什么方式 如果你是个策略的那个治疗师 就是把那个H当成那个T最高的 就是说是因为它这个家才有核木 其实它贡献是最大的 就跟它在一起 OK OK 很好 它这个如果是结构的那个治疗师的话 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把位置搬着跟这个 这个H 坐在一起 那H如果低着头这样子 它就跟它一起低着头 让他父母去吵 让我们三个大人去吵 让他们这三个人尽量去吵 它就一句话不讲 跟它一样坐在那边 然后呢 碰碰它 然后跟它挤个眼睛 等等 为什么 它要加 加强它 然后呢 让他们吵到最后发现 自己看到说 诶 这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然后 他们会看到 对它的忽略 他们会看到 这些东西 就是它的做法 做法上 会是很不一样的 好 如果我们上个礼拜 上上个礼拜讲的 是那个 萨提尔 它会怎么做呢 OK 这个大家不会知道 因为它这个做法 是很奇怪的 它会 很 它会 它会 它会把 把这个家里摆出来 它搞清楚的 它会把这个家里摆出来 这奶奶呢 它会让她坐一个 很高的椅子 高高在上 然后她的手呢 是指着这个媳妇 一个手是指着媳妇 就是说 就是一个手插腰 一个手指媳妇 就是在责怪的意思 那 这个 这个爸爸呢 他会 他会让他 那个 他会 他永远教他 做一个动作 是他没有办法 平衡 站得很久的 他可能叫他 一个脚 抬起来 然后两个手插腰 很凶的样子 很气的样子 他可能会 叫他这样做 叫他站的 就是 没有叫他停 你就不可以休息 要你知道 你一直这样的话 你很累 人家也很痛苦 OK 然后这个妈妈呢 我不会想 我想不出来 他会怎么做 他可能会叫妈妈 一个脚 跪着 好 然后一个手 放在这个肩膀上 另外一个手呢 护着心 要他用这个姿势 然后低着头 好像是 就是 有罪 或者 就是不是说 就是说定罪 他不见得认罪 可是他一直被定罪 好 可能是 如果按照刚刚的 我比较 知道他们演的情况 不大知道真正的情况 那刚刚那个妈妈 好像就是一直觉得 是说 是我们也不对啊 我们也不好了 爸爸也不好了 什么也不好了 然后 然后他自己出去 然后那个奶奶也跪他 什么 什么不正经 什么之类的 所以他一直被定罪 那所以可能是 那样一个状况 然后呢 他会用绳子在牵 牵他们中间的关系 那牵的关系的时候 这个两个关系 他用很松很松 叫他们坐得很远 这个儿子跟这个父母 很远的 用很长很松的袋子 把他们这样牵起来 所以那这些东西 他会用这种做法 然后叫他们解释 解释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叫他 问他们的感觉是怎么样 好 那有的时候他们 这样 你这样很累的 坐一阵子后 你真的开始会想 因为都没有别的 你就会开始会想 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你会 有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他做起来 别人做不一定的 他做起来 很多人就会 明白一些东西 好 那 是让他们先描述 他们在家里的 每个人的角色 玩意后再做 还是一进来 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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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先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 对 对 他所以会听他们讲 听每一个人讲 都听完讲完了以后 他有的时候 不是一次 这样好几次 让他真的了解 因为他 STIR做的时候 他是不是一代 两代 他是最能够拖到最远的 那一代的 那一个人的出生 那时候开始 所有的经历 通通在里面 所以他开始非常清楚 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 其实因为 大家 我让大家画 我让大家画那个 那个 STIR也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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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谱 那我刚刚画 我可不可以拿一个例子出来 对不起 我拿这回是 这个是 两折 我可不可以拿一个 稍微秀一下 不给 不是讲细节 你看 两折的 因为他用彩色画 所以我觉得很好秀 那这一半 这一半是 父亲家 对不对 这一半是母亲家 所以你们会看到 这边都是绿色的 关系都是很好的 然后这边都是红色的 关系都是很不好的 那这两个家 合在一起 中间这个 他自己的家庭里面 好 这家里面 你可以看得出来 有红有绿 所以 一定是有影响 你知道的越多 好 你 就是越多待 你越可以找出来 那个原因 越可以找出来 那个情况 所以你越可以 很适当的 让他们表演出来 因为有的时候 我懂了 我就找 我叫你怎么做 我叫你做什么动作 我叫你站在什么位置 我叫你怎么做法 好 有的时候会叫你 一直重复一个句子 一直重复一个 对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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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 就这一个台词 你就一直重复这个 然后 然后就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就叫你一直重复 那到最后 你发现说 根本不是我的错 可是我一直在说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有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 就像刚刚那个妈妈 她一直在被定罪 她自己并不知道 那她的方法 一直在做 再挡回去 然后你又什么什么 那她也怎么怎么样 这个儿子也怎么样 奶奶又怎么样 等等 她在挡 可是她其实 她里面 一直在被定罪 所以她会叫她 重复一些句子 那你 你一开始 你根本不知道干嘛 她说叫你这样做 你就这样做 做到一某一个地步 你会明白过来 好 这是 这是萨提尔的做法 好 那我们讲 我们刚刚 我们现在讲 回来 我就说很多 不同的方式 可以做这一个 这一个案例 那我们现在回来讲 我们刚刚讲到 第一个讲到 我说要谈什么来着 我都忘记了 赞美的话跟道歉 OK 好 这个呢 赞美的话是 是 这个孩子是 绝对需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她 你看都没有 给她都是负面的结果 她的感觉是什么 从小的 就是这样 她的感觉是什么 对 她很不可爱的 她没有一点好处的 她简直就是 都没有人会爱到 因为她不值得爱 她会这样 她的自我的感觉是这样 所以 要 要赞美她是 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要父母赞美她 那可是呢 这辈子没有做过 现在突然要讲 就很奇怪 好 你要想也想不出来 而且没有讲过这种话 这讲起来多怪啊 所以在孩子没有进来以前 我们可以预备父母 你觉得 你的儿子 这么坏吗 没有一点好吗 其实也不会啦 其实他蛮聪明的 哦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他 你觉得他蛮聪明的 好 我们先提醒他们什么 然后让他们去讲 而不是讲的空 我很怕 他进来就说 哦 你很棒 我很爱你 空话 那不如不讲 OK 你要赞美他 要赞美 尤其是一个孩子 其实每个人都一样 你要很 细的 很重点的 就是 就点到那个重点 让他知道你在讲什么 觉得对 你讲的对 这样他才能够接受进去 要具体的 对对对 对不起 specific我不会翻 OK 就是要这么样来赞美他 那这样子呢 才进得去 好 这个东西才装进去了 所以呢 我们要都没有的话 或者说很少有 不习惯有的话 我们先给他预备一下 让他想想看 就在这里想 你儿子有什么好处 好的 然后想了以后 哦 那你可不可以 这样子告诉他 等下进来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告诉他 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赞美就出来了 而且呢 是真的 OK 那也不会太勉强 好 那 那这是赞美 好 那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建议 OK 好 那第二个我们要说 是说什么 谈什么 道歉 哦 道歉 OK 那道歉是更难了 道歉 这个 这个父母 跟儿女道歉 这个在中国人 就很难 你不要说了 我们说彼此道歉 都很难 好 所以有的时候 道歉是很重要的 那可是呢 有的时候 不是那么容易做 好 我们也要体谅他们一点 当然 不要让他们 不是让每一个个案 都要很舒服 通常要改 都是很不舒服的 可是我们要量 要量多少能做 而且这个成效在哪里 好 如果道歉 你看好 刚刚他们两个跟你道歉 爸爸 说了 等于没说 妈妈好像说了一点点 进去嘛 进得去嘛 你会相信他们道歉是真的吗 有效吗 我是那个时候是眼 不要让 再继续拖下去 要实际的状况 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在真正的状况 像这样 匆匆忙忙的一个 对不起啊 你能不能原谅我 你要原谅我 这种东西 眼睛没看到 光嘴巴讲 但是我十几年来 我看到太多的东西 就是这样 所以呢 道歉是一样 可是呢 怎么个做法 比如说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说 好 我们可以让他看到 所以这个是他所受的 这个是他的感受 那你们很爱他 可是没有用他能够接受 或是了解的方式 所以再来说 你们不爱他 如果是这样 那算不算是他的错呢 你们都很爱他 我刚刚林真 一直肯定这个父母说 看得出来你们很爱他 看得出来 OK 这个 这个是那个 那可是还一直不感觉 那怎么办呢 那能不能 我们就把他范围说的很小 好 再一个 他们觉得合理 可以说的范围之内 可是是实话 让他们去跟孩子讲 好 我们不够认识你 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爱你 我虽然很爱你 可是我没有让你感觉到 真的很抱歉 我现在开始学 我要认识你 我要多认识你一些 用这种方式 如果就说 我们希望就是当场 当然第一次 大概是很难 OK 那第二次第三次 我们可以试试看 用这种样的方式 那第一次呢 我们最重要 要他明白 是怎么一回事 明白他们心里有那个歉意 我们先不帮他点名 到第二次第三次 看到更多的时候 点名出来 然后告诉他可以 你知道 就说 是怎么样的方式 怎么样可以告诉 去 去告诉 就是 道歉跟感谢 跟赞美 都要交 都要交 交到一个 就是说 好像就是 我给你一块钱 所以你要把这一块钱 拿给他 要叫这种样的 这种样的交换 一开始 一开始的时候都要这样 因为我就说 我们文化里面没有 人跟人之间没有 像这种 不能认错的人 不能认错的人 是最弱的人 事实上是最弱的人 OK 那他们最弱 他们很需要的是被 坚强 所以你给他一个东西 让他能够靠着站起来 他站得起来 那他就开始慢慢强起来了 他越强 他越能够很自动的赞美 跟道歉 就不是问题了 他很弱的时候 他很难很难 好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